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呢来介绍这个功率的观念 所谓的功率呢就是指做工的速率 那像同学大概应该有个经验 比如说地下室淹水了 我们去买抽水机 那抽水机它的单位呢叫做马力 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两马力的一个抽水机 那马力越大的这个机器呢 它代表两个意思 根据功率的定义 它是这个机器对这个所做的功 对系统所做的功 除上做工的时间 所以功率越高的机器呢 它代表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代表如果做工的时间相同的时候 它所做的功呢就比较多 这是第一个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呢 如果是所做工的量是一样的 功率越高的机器呢 它做工时间可以缩短 好 这代表这两个意思 那第二个呢 计算功率还有另外一个公式 就是用这个机器所产生的作用力呢 乘上系统的速度 那两个的夹角通常一般都是零度 所以这个公式呢 其实可以不用考虑这个角度的问题 我们下面呢 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比如说有一个汽车它在爬坡 那我们知道引擎是装在系统的内部的 但它透过机械的传送呢 就相当于有个推力呢 把这个车子呢 往上推 那这个车子的推力呢 通常会等于这个往下滑的重力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带进去这边的话 因为如果这个推力的话 是等于往下滑的这个重力的时候 它会等MG 乘上Sine的Cita 这个Cita也就是等于这个斜坡的倾斜角 再承担这个车子的速度 那换句话说 假设引擎的输出功力是固定的 这一项是固定的 那当这个斜坡往上伸的时候 就是倾斜角越大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它的函数值就会越大 所以就造成它怎么样 怠速 好 所以我们在通常在这个 比较陡的这个坡度上 车子呢自然就会减速 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呢 所造成的 我们下面呢 来举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说明 假设这个有一艘沉船 它目前呢 是沉在海面下600公尺 那我们利用这个马达 再利用这个缆绳 刚做的缆绳 把它吊起来 用什么方式吊呢 用等速度 把它缓慢的吊起来就对了 总共花费了30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缆绳的张力呢 始终保持在3万牛顿 那求这个 拉动这个刚缆的 这个马达的输出功率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功率的公式呢 来计算 这个马达的输出功率 那这个所做的功呢 就等于这个绳子的张力 因为它是等数 绳子的张力 乘上它的位移 那两个的夹角是零度 所以我们就乘上 cos的零度 也就是一 然后这个是做工的时间 在除上它做工的时间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那这个绳子的张力 我们知道是3万牛顿 它移动的距离呢 它的位是600公尺 那我们把时间单位呢 换算成秒 所以我们把这个30呢 再给它乘上60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零消掉以后 三跟三消掉 六跟六消掉 所以我们得出来的答案呢 它总共是有一万瓦的功率 那我们把这一万呢 它的单位是瓦 如果要换成这个马力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除以746 因为一个马力呢 它是746瓦 就把它的单位呢 换算成这个马达的输出功率 再除上746 好 就变成这个马力了 因为一般我们对机器的 那个功率的单位呢 我们通常会采用 这个马力为它的单位 那有关功率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